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还要肯照顾小孩 还有三高 不是血压高 什么血糖高 不是 是身高 还有学历高 还有职位还要高 这三高 还有romantic 就是要有浪漫 还有专情 还有老实稳重 孝顺父母 脾气好 忠实的听众 还要就是会倾听 还要有幽默风趣 这样一说的话 在座的弟兄们怎么样 符合不符合这个新时代的 心好男人的十个标准 哎呀 发现不合适 是不是 所以为什么现在的人结婚越来越晚了 因为找不到 那心好女人也找不到 心好男人也找不到 所以说现在人宁可不结婚 有一句话怎么说呢 什么 不婚不育保平安 而且在中国也是非常流行的一句话 就大家都不想结婚了 还有一个就是不想生孩子了 那这是一个时代 当然可能会觉得 哎呀 这个时代怎么越来越糟糕了 其实不是 时代在变化 并不代表这个时代是最糟糕的时代 其实这个时代当然是最坏的时代 当然也是最好的时代 这是台湾的这个结婚年龄的一个数值 在以前的时候 大概二十几岁就结婚了 现在都是到三十二岁 女性是三十 那这个年龄越来越 平均值啊 这是平均值 就是有些发达地区的话呢 他的那个就是结婚的年龄呢 就更多 更高 那稍微就是落后一点的话 结婚比较早的 把那个数值拉下来一点 平均是三十多 三十几岁 那台湾 日本 包括韩国 中国大陆都差不多 都是三十左右 都是差不多 那传统的这个时代 跟今天这个时代完全不同 传统的时代呢 是男主外 女主内 然后呢 并且呢 就是老公呢 就是负担这个经济 女的呢 就是相夫教旨 那完全是不一样的 并且传统呢 它不太注重关系 它注重的是家庭的秩序 并且是媳妇跟公婆的关系 非常的重要 那新时代就完全不同了 今天这个时代呢 是怎么样呢 老公呢 他是负责经济 但是还得负责照顾孩子 还得回来 还得做家务 这新时代完全不同了 新时代呢 注重关系 强调双方就是关系的经营 而不是强调 在家里谁是老大 你是头 我是不强调这个 强调是关系 所以我想大家认同不认同 今天这个时代 都认同啊 在美国啊 美国也是一个自由民主的一个国家 那特别是受了这个 美国自由民主的这个熏陶的话 大家更注重关系 那不太注重秩序 你谈秩序的话 大家都不喜欢听 但华人呢 是很注重秩序的一个民族 我们都知道 从小我们都是非常尊重老师 尊重长辈 那在美国就完全不同了 叫长辈直接叫你名字 在中国呢 叫你名字那简直是大忌 还有一个就是 甚至你起名字的时候 都不能有一个字 跟前辈是重叠的 但是美国人不一样 他起名字 为了纪念前辈 他非要起一个名字 跟他一样 有的搞不清楚了 是不是 小布什 老布什 都叫布什 所以这就是完全的文化不同 那 所以说美国的文化 是比较注重关系的一个文化 就是自由民主的 但华人呢 传统的文化呢 是比较注重次序的 那但是我们基督徒 应该注重哪个呢 那基督徒应该注重哪个 那特别是我们 很多华人来到美国以后 那我们带着华人的传统 那突然跟这个自由民主的 这个碰撞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挣扎 甚至有些不知道该不知所措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选择 那这是我们今天 我们从今天经文里面 我们可以有一些分享 也就是说 那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来讲 我们怎么样经营我们的关系 不光是你跟父母的关系 跟孩子的关系 包括你跟同事的关系 包括在教会里面 我们跟弟兄姐妹 还有同工的关系 那我们应该怎么去经营它 那当然今天这个时代 比较主导的就是关系这两个词 我们华人也说是有关系 就没关系 没关系就有关系 那我们就注重关系 那但是我们 传统是比较看重次序的 看重秩序的 那今天这个时代完全不同了 这是一个新的时代 那我们今天经文当中呢 是在民数记的18章 那前面16章17章就发生了一件事 发生什么事呢 就是亚伦呢 他的堂兄弟 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个家谱 就比较了解这个故事 那立位支派 他们呢就是有歌侠 他们有总共分三个 米拉利 还有一个歌顺 那歌侠的支派呢 就是亚伦的这个谱系 就是摩西亚伦 那歌侠又有他们的这个 这个可拉 可拉是这个伊斯哈的这个后代 那这里面又有几个支系出来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亚伦 包括摩西跟可拉 他们是什么关系呢 他们是堂兄弟的关系 也就是堂兄弟的关系 他们中间就发生了矛盾 那我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细节 但是可拉呢 他就开始站起来 他就觉得 这个亚伦摩西你擅自专权 我们也知道亚伦曾经也造过反 大家还记得吗 亚伦跟谁造反啊 亚伦跟米利安 他们这个应该说是姐弟两个 亚伦可能比摩西大 最大的可能是这个米利安 他们就觉得摩西是老小 你老小 你怎么天天站在前面 他们就觉得心里不平衡 然后最后他们就吵起来了 吵起来以后 就上帝就开始介入了 同样的事件又次发生 这次不是亚伦造反 这次亚伦的堂兄弟 可拉 他们呢就开始造反了 他们就觉得上帝不公平 上帝为什么让摩西亚伦站在前面 说了算 并且上帝为什么带领我们 以色列民出了埃及 结果都要死在旷野 还不能进迦南 还要说摩西擅自专权 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当中 发生了这个故事 然后呢在第十八章 神他要介入 就是要解决这样的问题 那这就是刚才的经文 我们又看到这个摩西跟可拉 他们之间发生一些冲突的时候 摩西他的看见 跟可拉的这个看见 是完全不一样的 摩西那个时候就对这个 可拉的这个 他们说 他说上帝已经把你们分别出来了 神也已经拣选你们了 并且是你们亲近他 这其为小事呢 也就是说 被拣选出来 分别出来 并且亲近神 跟神有美好的关系 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大的事 但是可拉的人呢 他们不是这么看待 他们说 上帝把我们从伊斯利 从这个埃及呢 拉出来 拉出来以后呢 却把我们 让我们死在旷野 还有一个就是 你们还擅自专权 也就在可拉来看 第一个就是命最重要 他们把命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他们把权力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说为什么 伊斯利民他们 一旦没水喝的时候 没肉吃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抱怨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把命看得比较重要 那还有一个就是 他们把权力看得重要 所以当摩西 亚伦 他们在那个 上帝所设立的那个秩序的时候 那这个可拉就觉得不平衡 那他们都是同一个家族的 都是从这个 歌侠这个支派 就这个普希出来的 但是可拉就会想 凭什么 摩西亚伦 你们就 亚伦就做祭司 摩西就在带领 伊斯利民当伊斯利民的领袖 那他们就觉得不平衡 他们是堂兄弟的关系 大家就知道 越是兄弟之间 越容易竞争 是不是这样的 你八竿子打不着的 就不会去想这个问题 那所以说我想大家 常常会跟兄弟之间 都会有比较 如果是他过得比你好 你就会心里不舒服 会不会 坦白说 你心里会有点不舒服的 当然你不会表现出来 越是这种 关系越近的 你会发现 有的时候 常常容易发生冲突 发生矛盾 为什么 其他的支派没有来造反 反而就是可拉 当然可拉 他的煽动呢 不但是自己起来 他还把流变支派 把其他支派的 250个领袖 起来一起造反 所以因为这个就是 可拉他心中的 那个血气 一旦烧起来的时候 他其实烧遍了 整个以色列 这个国家 这个民族 我们可以看到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什么是最重要的事 那你看中什么 这个就很重要 那我们今天也是 透过18章的经文 我们来思考 神告诉我们 应该怎么样处理 我们人际关系的问题 刚才我们提到了那些 旧时代 传统时代 新时代 这个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怎么样去面对 我们到底是应该 注重关系呢 还是注重家庭的次序呢 那这些是我们今天 在经文里面 我们可以来思考的 首先第一点 我们来看就是 人际关系的一个 担当的原则 我们看 《民书记》18章第一节 耶和华对亚伦说 你和你的儿子 并你本族的人 要一同担当 干犯圣所的罪孽 你和你的儿子 也要一同担当 干犯祭司职任的罪孽 那这句话就非常的 让人觉得很意外 因为前面发生了一件事 发生什么事呢 就是可拉造反以后呢 250个领袖 跟着他一起造反 他们都拿着自己的香炉 那个时候地就开了口 把这250个领袖 包括可拉 包括可拉的家眷 包括他们的所有的一切 全部都吞下去了 那完全就是等于说 反造反的人 全部都被铲除了 但是呢 在18章之后呢 并且前面17章 还发生了一件事 就是亚伦的杖呢 还并且发芽 开花结果了 那他是神所拣选的 所命定的 那神也在 以色列民众百姓面前 也见证了 这是神所拣选的仆人 但是为什么 在18章之后呢 又发生了一件事 神却要让亚伦 他的儿子 包括他本族的人 一同来担当 干犯圣所的罪孽呢 那大家不要忘记 就是歌侠是 这个普系呢 他们是专门负责 圣殿里面的所有的事物 包括会幕 包括一些东西啊 他们常常会 包括负责什么 杀牛啊 宰羊啊 很多很多的细节 所以他们常常是 在一起接触的 为什么可拉会跟亚伦发生矛盾 因为他们经常低头不见 抬头见 因为可拉的 他们常常是帮助亚伦 在这个会幕里面 做很多很多服饰的 包括那些 会幕的那些 那些东西摆设啊 那些很多东西 可能需要清洁啊 很多很多的事情 那他们常常是最亲近 最容易接触的一群人 但是那个米拉利 还有歌顺 跟亚伦稍微比较远一点 那这个米拉利 负责的是什么呢 就是会幕的那个 那些什么栓啊 门啊 那些东西 钛啊 蟹啊 这些东西 然后这个 歌顺的话呢 稍微比较 更靠近一点点 但是歌侠 就是他同族的人 他们是最亲近的一群人 他们常常是低头不见 抬头见 在一起服侍的人 所以说他们中间 就发生了矛盾 那发生矛盾以后呢 神就对他们说 你还有你的儿子 还有你本族的人 这个本族是什么 指的就是歌侠族 就是歌侠这个族系 就是都是属于立位之派的 一同来担当 干犯这个圣所的罪 为什么要一同担当 干犯圣所的罪呢 因为他们的服侍 都是在圣所一起服侍的 他们常常会一起来 做很多的事情啊 跟圣殿献祭的 有关系的 圣所献祭有关系的 还有后面又说到了 就是 你和你的儿子 要一同担当干犯 祭司职任的罪 这个就更加的 就是细节了 就是什么叫 祭司职任 因为亚伦和他的儿子 都是做祭司的 其他的 旁系的 他们是不能做祭司的 他们只是 可能做一些圣所的服侍 但他们不是做祭司的 那讲到这个 干犯 这个圣所 还有祭司的罪 那我们就在想 前面 可拉被灭了 包括 250个领袖也被灭了 他们为了自己的罪 也已经灭亡了 但是为什么 在这里面 神却告诉亚伦 他们还要 担当这个 干犯这样的罪呢 那我们就可以 思考这个点 那对我们今天来讲 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我们知道 今天这个时代 是一个自由的时代 我们叫自由主义的时代 自由主义的时代 是非常强调 个体的 大家留意一下 非常强调个体 什么强调个体的时候 自然就不太强调 这个整体 比较强调个体 所以当遇到难处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说 你自己担当你的罪吧 跟我没有关系 这个事情跟我无关 所以为什么 婚姻相处当中 夫妻关系当中 常常很多的矛盾 会越来越严重 原因就是说 大家不愿意 共同承担 在这里面 特别留意是 一同担当 出现了两次 还有一同担当 两次 一同担当 但是做丈夫的呢 不太愿意担当 这是你的错 跟我没有关系 弟兄姐妹还记得 以前我讲过一句话 就是说 妻子永远没有错 当然这句话呢 不能把它当成绝对的 因为圣经里面 没有讲过 但是作为弟兄来讲 我们可以把这句话 把它变成一种 担当的一句话 就是说我们 怎么样去担当 家庭的这个责任 那我们常常会觉得 孩子犯错是他的错 跟我没有关系 那我们就去惩戒他 管教他 我们常常觉得 家里面遇到了问题 可能是他们的问题 不是我的问题 那这个时代 常常会这样 为什么今天的 离婚率越来越高 那都是这些原因 那但是神就 透过前面发生 这个可拉 这个大滩亚比兰 造反的这个事件呢 就告诉他们 应该怎么做 应该怎么做 那最近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呢 那我就看到了 这个圣经里面的 这个民书记的第十九章 这个时候 我就心中一直在想 这些做祭司的 他们要为了 伊色列民百姓 他们要站在前面 但是圣经却说 你们就不洁净到晚上 当你们献祭的时候 就会不洁净 并且要洗衣服 还要用水清洗 然后就可以洁净了 才可以进营 进到营里面去 还有这个烧牛的人呢 他也不洁净 烧牛的人就是那些牛 要焚烧嘛 焚烧以后 这些人反而变成 不洁净的人了 还有这个 收这个牛灰的人呢 他们也变得不洁净了 就是还有一个就是 他们收了这些牛灰以后 他们要把调成这个洁净的水 撒在伊色列民 那些不洁净的人身上 他们就变得洁净了 结果这些 制洁净水的人 收牛灰的人 他们变成不洁净了 还有就是洒水的人 就是要给别人 做洁净的人 这些洒水的 他们也变得不洁净了 我就在想 这些人 为什么他们却变得不洁净了 他们不是在做一件 侍奉神洁净的事情吗 帮助别人 让别人圣洁的事情吗 怎么这些人 他们却变得不洁净了 那我就不断地思想 不断地思想 我就想到了耶稣基督 那在伊赛亚书的53章里面 讲得就很清楚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过犯 背负我们的痛苦 哪知别人以为他被压伤了 就是说 耶稣基督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过犯 背负我们的痛苦 然后并且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一致 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但是别人怎么认为呢 他是应该的 别人还误解他 什么叫担当 就是这个意思 担当的原则在这个 圣经里面 担当在旧约下 出现了600多次 这一个词担当 那这个担当 其实在伊赛亚书的53章 耶稣担当我们的疾病软弱 那个担当其实是同一个词 也是同一个 原文都是同一个意思 都是担当的意思 也就是说 那耶和华吩咐亚伦 你们要用救赎的概念 一同来服侍弟兄姐妹 什么叫救赎 就是要背负别人的软弱 背负别人的痛苦 那担当别人的不够 担当别人的缺点 所以说作为神的百姓 作为领袖 领袖就是应该去担当的 所以圣经里面 耶稣为什么说 做领袖的 你们想要谁 就是做老大 你们就先要服侍别人 这个服侍的意思 其实就是担当 就是说出了问题 你愿意站在前面 你愿意去担当这个责任 那我就又想到了 刚刚之前听到一个牧师 他分享他的一个见证 他是一个主任牧师 他们教会有十几个堂 每当教会发生这些同工问题 矛盾不好处理的时候 他就第一个冲到前面去处理了 他就比喻成 他每次去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 他就像一个消防员一样 但是消防员撤退的时候 请问消防员离开现场 会不会他浑身都是干净的 会不会 肯定满脸是灰是不是 然后浑身是灰尘 所以消防员不可能说 你去冲到前面去消防的时候 你还弄得 还打个领带白衬衫 然后还出来以后 还是浑身截然一身 完全是干净的 不可能 所以有的时候 领袖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就是说耶稣基督 他就像一个消防员一样 他来救火 结果他自己浑身都是很多的灰尘 但是别人可能还会误解他 其实今天我们作为神的百姓 包括教会的领袖 包括作为家庭的丈夫 其实就是这样的意思 你愿不愿去担当别人的软弱 你的角色就像一个消防员一样 当出现问题的时候 你不能说你可以全身而退 你不可能说你截然一生 这件事跟我没有关系 我没有责任 不能这样讲 所以说在这里面 那耶和华就吩咐这个亚伦 你们要一同的担当 那做领袖 其实就是不容易 坐在前面 甚至还会被误解 那甚至还有很多时候 被别人指着鼻子 或者背后被定罪 你是很 就是说你完全是 常常站在那个 风口浪尖上面的 所以说做丈夫的也是如此 那你也要担当这个责任 有的时候你担当的时候 你的孩子还会抱怨你 会不会 你的妻子也会抱怨你 都有可能 甚至还互相彼此抱怨 这都是很容易发生的事情 那在这种情况当中 我们应该怎么做 就是要像耶稣一样 像那个被杀的羔羊一样 他真的是在这个 剪羊毛的手里 他默默地无声 他不辩论 他不解释 他完全的就是知道 他就是来 担当人类罪恶的 所以他就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一致 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便得平安 所以夫妻之间 那就是要学会 互相的担当 那我就在读这个 这个一夫所书 第五章的时候 特别讲到了就是说 我们做丈夫的 要爱你们的妻子 好像基督爱教会一样 借着水和道 把教会洗净 你看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一致 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我们常常说主啊 你来医治我 医治我 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 真正的医治是什么 真正的医治 其实就是有人愿意 扮演这个担当的角色 也就是说 为什么圣经里面说 倘若你们中间有闲息 你们要怎么样 请教会的长老来 你们彼此认罪 互相代求 然后祷告 好叫你们得到医治 所以医治我们以为 只是说我们做一个祷告 然后病突然不见了 那没有那么简单 当然可能有的时候 会有一个祷告病就好了 但很多的时候 神真正的医治 祂是一个完全的医治 祂不只是身体的医治 祂是包括我们整个人 心灵 我们的生命 各个方面全部的医治 那整个医治完全降临 是怎么样发生的呢 就是在中间要兴起那些 真正愿意担当的人 也就是说在教会里面 做领袖的 如果愿意担当 愿意承认 愿意去 像一个消防员一样 愿意成为那个祭司 成为那个 就是杀牛的 那个 并且是收灰的 然后并且撒水的 就是扮演这样的角色 那当你去撒水的时候 当然你自己是会 会有被不洁净 你还不能到 你还被放到营外 一个晚上 然后才能再到营内 今天早上 我又在读圣经的时候 那他们打了圣仗 以色列民把米店 这个前面的那个 报仇血恨了 一些全前耻了 他们把这个米店人都杀了 杀了以后呢 神就透过摩西 吩咐他们 你们要做捷径的工作 然后捷径呢 就是不可以禁营 第一天第二天 在外面有七天 才可以禁营 然后并且后面说 凡能经火的 全部经火 就是那些金银铜铁 全部要经火 不能经火的 要经水 这里面就像看到 打了圣仗 怎么还不捷径了 前面我们刚一起 为主呐喊 我们传福音 大大得胜 带了很多人信主 结果自己还变得不捷径 还不能禁营 我就想不通 怎么这群人 打了圣仗 还变得不捷径了 那干脆不打仗算了 不打仗坐在家里 就天天就捷径了 天天就圣洁了 或者我们在想 那干脆不当领袖了 那天天也可以 在那里圣洁了 一个人在那里 读经祷告灵修 也不要去传福音 也不要带人信主 也不要牧养人 天天都是个圣洁的人 天天在营里面 都是洁净的 其实真正的洁净是什么 就是要担当 这圣经里面 跟我们讲得很清楚 说为什么 在这个中古世纪的时候 那些修道院 那他们跑到 深山老林里面去 然后不跟人接触 天天在那里洁净 天天在那里洁净 是他们自己洁净了 但福音却没有办法去广传 没有办法 很多的弟兄姐妹被服侍 所以这个不是 我们基督徒应该去做的 我们不是要远离这个世界 圣经也是告诉我们 我们要进入到这个世界 我们要更多地 去传福音给别人 那这都是担当的意思 所以我们应该 做这样的一个担当 当然摩西有一次就不担当 有一次他失败 是怎么失败呢 在民书记的第二十章 第十节 他就说到 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 我为你们是水 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 当时以色列民造反 他们吵着没水喝 这时候摩西呢 也很生气啊 你看他们经常抱怨 经常抱怨 抱怨最后摩西都已经受不了了 摩西虽然是 是非常圣洁的 他跟神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好 但是最后有一次 他却绷不住了 结果他绷不住以后 他就说 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 首先摩西就给 以色列民百姓定罪了 他说你们都是背叛的 那换句话来讲 只有我顺服 是不是 摩西是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他觉得只有他是最属灵的 他是最爱住的 他是最顺服的 他是听神话的那个人 结果他就在这一次 他没有像前面一样 为以色列民代求 前面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 摩西是怎么做的 他说主啊 你不要灭他们 情愿我的生命 从生命策上怎么样了 涂抹我也愿意 摩西前面是这么做的 但是在摩西有一次 他就绷不住了 他受不了了 最后他就说 你们这些背叛的人 结果后面 诗篇里面怎么形容呢 他说 他们在米利巴水 又叫耶和华发怒 甚至摩西也受了亏损 摩西就因为这件事情 结果他不能进迦南 当然摩西虽然有一次的软弱 但是当然他进天堂了 但是只是不能进迦南而已 他跟神虽然同在 那在这件事情上 的确是也给我们一个提醒 那我们作为神的仆人 我们要常常学习去担当 学习去 把很多的责任 往自己的身上扛 那我们知道 做领袖的 领袖 就是领子和袖子 容易脏的地方是哪里 我们常常洗衣服的时候 第一先洗的是哪里 领子还有袖子是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最脏 袖子也最脏 怎么可能你做领袖的 你想要干净 不可能 是不是 弄得很干净 然后还要做领袖 那是不可能的 领袖就是 你愿意吃苦耐劳 你愿意担当责任 你愿意冲在前面 你愿意背负痛苦 你愿意背负压伤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刚才从担当里面 批炼一些原则 就是我们要互相认罪 彼此饶恕 我们要彼此担当 共担责任 我们要勇于承担仆人 作为一个仆人的领袖 我们也愿意去牺牲 然后神的医治才会领到 所以医治不是空穴来风 真的是在我们当中 在一个家庭里面做丈夫的 如果你愿意为你的妻子 牺牲自己 放下自己 你会发现你的妻子 就会越来越成为一个 爱主的姐妹 那讲到这里 我就突然想到一个故事 讲一个什么故事 就是讲到一个弟兄 他现在是一位牧师 那他那时候 他姓主的 他太太传福音给他 他太姓主的 可以说他的 从这个姓主的年龄上来讲 他比他太太呢 还要玩好几年 那但他很追求 非常非常的渴慕 那他就凭着信心 跟他妻子 他并且他是他妻子 带他姓主的 他们最后就结婚了 结婚以后 这个弟兄突然发现 他的妻子跟以前 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动不动突然发神经 生气的时候去撞墙 哇 他真的也受不了 他不知道该怎么 面对这个问题 那最后他才原来发现 他的妻子原来 他的原生家庭 是非常非常破碎的 他的爸爸跟他的妈妈 吵架吵了几十年 天天闹着离婚 天天都是 每次他小的时候 这位姐妹 他就印象中回忆 他每次小的时候 他爸爸一推门的时候 他就非常的紧张 整个神经紧张 非常非常的紧张 非常害怕 结果他就结婚的时候 他丈夫回来的时候 退门的时候 他也很害怕 他就觉得很恐惧 很害怕 很战惊 所以说 当他跟他丈夫结婚的时候 他不知道该怎么跟丈夫相处 他从小从父亲那里领受的伤害 他要投射 就要投射到他丈夫身上 说动不动他就发神经 头去撞墙 然后受不了 然后崩溃 当然他们也是在服侍 经常也会请弟兄姐妹到家里来 然后请他们吃饭 给他们传评 一边撞枪 一边服侍主 非常热心 说他丈夫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就做了一件事 他就每天跪在那里祷告 大概祷告了一年多 因为他妻子的状况太好转了 然后并且他们来到美国读神学 然后有很多的被服侍 然后他们关系就越来越好 那他第一个就是 他这位姐妹的他的问题 就是第一个他不敢结婚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结了婚不敢生孩子 后面他不敢生孩子 那他很害怕 因为他觉得生完孩子以后 他觉得他没有预备好 他可能把自己的伤害 还会转嫁到他的身上 那当他慢慢慢慢被神医治以后 第一个是他丈夫 借着神的话 借着祷告 他得接近 然后慢慢慢慢在不断地 读经祷告灵修当中 很多的牧者服侍当中 他就走出来了 然后他开始生了三个 两个孩子三个我忘记了 大概生两个 最少有两个 他就愿意生孩子了 他在愿意并且 跟他的丈夫一起配搭 现在北京开拓教会 他们现在也是在 在北京也是在被政府 关注的第三个 第三号对象 因为他们教会做得 非常的复兴 人数很多 所以说就被关注 那我就在想到 其实有的时候 我们在婚姻当中 我们常常会觉得 怎么他有这么大的问题 或者他原生家庭 或者他自己从小 从生活环境当中 所养成的这种问题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是什么 借着道 借着神的爱 借着牺牲 可以做洁净 做医治的工作 那同样这是对婚姻 对教会也是如此 我们来到教会里面 我们来服侍 我们如果是找问题 那问题一大堆 我告诉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现在拿个本 拿个笔 你去列 都可以找很多很多的问题 但是真正有没有人 愿意去说 我愿意成为那个 为教会祷告的人 担当的人 站在前面 成为领袖的人 那这个就很重要 第二个就是讲到了 人际关系的联合原则 那在这里面 那神就对他们说 你要带你的弟兄立位人 经文比较长 那我们简单说一下 那这个联合呢 在圣经里面呢 它是结合的意思 当然有很多的意思 都可以大家作为参考 那结合 连结 在一起 住在一起 还有这个 参加什么 皈依 然后托付 差不多的意思 大家都可以作为参考 我们从一节经文 可以比较深入地了解 这个联合是什么意思 创世纪的第29章34节 他又怀孕生子 起名叫立位 说我给丈夫生了三个儿子 他必与我联合 大家知道立位的意思是什么吗 联合的意思 所以立位就是联合 在这里面 特别讲到了就是说 你要跟你的立位人的弟兄联合 一起来服侍 这好像是一个文字游戏一样 就想到了这个 这个丽亚 丽亚 她那个时候 因为失宠 她跟雅各关系也不是很好 因为雅各不爱她 爱她的妹妹 说她心里面 一直有个渴望 渴望就是雅各跟她联合 但是雅各呢 经常都不怎么理她 不怎么搭理她 那这联合 其实是用一个夫妻关系的一种词汇来表达的 所以说同工关系 其实也是联合的意思 就是完全地依附在一起 联合在一起 住在一起 而耶稣在拣选门徒的时候 耶稣就做一件事 就是叫他们呢 常和自己同在 并且呢 拆他们去传道 那在约翰福音也是讲到 当时耶稣跟那些门徒见面的时候 那些门徒说 拉比你住在哪里 你看那个时代的人都是联合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住在一起 那今天这个时代跟那个时代完全不同了 不同的就是环境发生改变 大家都比较注重隐私 比较注重个人的生活 一般个人的连结呢 都是非常的注重那个 那个界限 一般都不会太深入 都是浅浅的联合 并且我们也发现 人际关系太复杂 有的时候少接触少矛盾 是不是这样的 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有的时候你跟别人发生矛盾的时候 你就觉得很痛苦 痛苦到最后你的总结就是 不接触就没有矛盾 不在一起就没有矛盾 甚至就是夫妻之间也是如此 有的时候吵架吵架 最后吵到最后就不想吵了 是吧 懒得跟你吵 算了不吵了 反正就是你做你的 我做我的 反正两个人就各有各的事 或者说你做 他去上班 他去上班 两个人就分开 转化注意力 那我们就可能避免了这个矛盾 为什么就是 在一起是不容易的 那就是就像次会一样 两个次会在一起 那彼此互相的次对方 是很不容易的 很有挑战的 但是在这里面 上帝告诉我们要联合 联合的意思就是住在一起 那关系非常的密切 那就这样的一个概念在里面 那怎么联合 那联合一定是 也有些原则的 联合并不是没有界限的 联合也是有原则的 也是有一些分工的 那亚伦和他的子孙 他们服侍的地方是在哪里呢 是在圣所和谈 但是立位的人呢 他们服侍的是什么 第一个他们会协助亚伦去服侍 第二个呢 就是他们会听亚伦他们所指示的 但是他们的服侍呢 是不可以靠近圣所的器具和谈 就是说那个圣谈 那个祭谈是不可以靠近 还有那个圣殿里面 那个器具呢 也是不可以靠近的 所以你就会发现 其实亚伦的子孙的服侍 跟立位他的弟兄 他们都是同族的人 都是割侠族 但是他们中间 上帝也有给他们具体的分工 但他们有同一个目标是什么呢 一同看守会幕 免得他们和他们都灭亡 要一起联合 并守全帐幕 还有看守会幕 办了一切的事 外人不可以接近你们 免得愤怒再临到 以色列人 那在这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原则 就是虽然有联合 但是有次序 那这可能回答我们刚才的问题 我们到底是注重关系呢 还是注重次序呢 弟兄姐妹 我们应该怎么去思考这个问题 今天我们是要注重关系呢 还是要注重次序呢 其实这两个是不可以分开的 你想要有好的关系 一定要注重次序 当然次序的目的是为关系而服务的 那你要想要好多关系 一定教会是要有次序的 在一个家里面要不要有次序 也是要有次序的 那这是一个图表 大家简单看一下 就是立位人 他们的职务的分工不同 虽然都是立位 他们有歌侠族 歌顺族 还有米拉利族 那歌侠就是刚才讲到的 就是亚伦 包括摩西 都是属于歌侠族的 歌顺族呢 他们是帐幕 还有那些门帘啊 这个帐幕那些 帐幕那些上面的一些东西 他们都是负责的 还有这个米拉利呢 他们负责就是 这个会幕 那个院子里面的一些东西 他们有一些分工 那神在家里面 所设立的秩序是什么 那当然上帝是头 基督 下面是基督 然后还有什么呢 丈夫 然后妻子 下面是儿女 后面才有什么呢 圣灵的同在 这个图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就是怎么样让神 在我们中间同在 我们知道三位一体的神 是有次序 大家知道不知道 为什么我们常常说 圣父 圣子 圣灵 我们有没有常常会这样 祷告的时候会这么讲 圣父就是第一次序 圣子 然后第二 然后圣灵是第三 那但是那就说 谁对谁大呢 谁是老大 这里面没有说 谁是老大 没有谁是老大 他们是同宗同龙的 但是他们是 其体不可分的 其位不可乱的 就他的体 是不可以分开的 但他位置又是不乱的 就是圣父 圣子 圣灵 在家里面也是一样 就是做丈夫的 然后是头 妻子是脖子 想让你往哪儿掉 你就往哪儿转 那当然这个开个玩笑了 就是说 大家要注重这个次序 并不是说 妻子比丈夫就 就是说比低 低他一等 没有这个意思 圣经从来没有表达这个概念 那是不是耶稣就比天父 要低一等了 是不是圣灵就比耶稣低一等了 都没有 都没有 说从三位一体的 这样的概念里面 我们就看到 神在家庭里面 为什么圣经说 神是按照他的形象 和样式造人的 因为上帝的形象和样式 就是有次序的 是有关系的 也是有次序的 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 也是如此 我们怎么样在 关系当中又有秩序 所以在教会里面 也会设立秩序 那我们就会 比如说有长老 有牧师 那每个教会的体制不一样 我们教会的体制是 长老 然后牧师 然后后面是 执事 然后我们后面可能会有 长治会后面 我们就是会员大会 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我们教会的秩序 以后有机会 我们列得清楚一点 就是我们教会的秩序 就是长老 然后牧师 然后就是这个 执事会 长治会 我们把它称为执事会 然后后面就是会员大会 那这个秩序很重要 因为这个秩序如果不清楚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占位置会占错 不是你的活你给干了 你该干的你不干 那就很可怕是不是 这中间就发生很多的 不必要的张力和矛盾 在一个家里面也是要有秩序 但这个秩序怎么去设立 那我觉得今天这个时代 因为比较多种关系 那要共同协商 就是你们协商好以后 这个就可以作为 你们家庭的一种秩序 或者说是你们夫妻之间 长期的磨合当中的默契 这个也不错 默契也是一种秩序 你们就非常清楚 这个点是不能碰的 那这个点是他的界限 他也不能碰的 那大家都互相知道 每个人的点了 虽然没有 夫妻之间应该不用写一个 白漏吧 夫妻之间要不要写个白漏 有没有 约法三章 当然生气的时候会约法三章 关系一好 约法三章全部都 抛到九霄云外了 关系一不好 你看当初你保证的 你看保证书 给你拿出来 你看当初你保证的 没有用吗 是不是 所以你关系好的时候 这些都不算什么 关系一不好就斤斤计较 还是划线 三八线 同一张床上 不能过三八线 是不是这样子的 那关系最重要 关系最重要 秩序是为关系所服务的 当然都重要 都重要 说秩序是为了更好的 知道彼此的界限 彼此到底那个点在哪里 说这个联合的最后 我们怎么应用 就清除分工 彼此尊荣 清除秩序 然后呢 彼此顺服 然后清除意向 彼此服事 那为什么要叫 清除分工 就是大家要清楚 你做什么 他做什么 那这个分工呢 大家可以协商 因为每个教会的分工 也不一样 你会发现 每个教会的秩序 也不一样 但是教会 我们要一同商量出来 一个非常清楚的分工 大家都非常清楚 每个人站在哪个位置 那就彼此尊荣 彼此尊重 那也就是在别人的界限上面 你一定要跟别人商量 为什么呢 你不跟人家商量 你擅自介入 那虽然你是做领袖的 但是你也需要尊重 比如说负责音控的 或者负责敬拜团的 或者负责小组的组长 你要跟人家商量 你不能自己擅自做主 所以这个就是说 我们要学习彼此尊荣 这就是非常清楚 自己每个人的界限在哪里 那第三个呢 就是人际关系的一个守望的原则 那在这里面就是讲到了 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去一同守望 那这里面说到 凡哀尽的外人必被致死 我们可以看守的意思是 就是管理 负责小心截止 那我就直接讲应用了 那一同守望的原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地位是平等的 互帮互助 虽然在这里面 耶和华说立位人是给亚伦你们的赏赐 那或者说 祭司也是给你们的赏赐 那这个赏赐呢 并不是说地位就比他低 而是说什么 是恩典的意思 也就是说 上帝给我们的同工 是给我们的恩典 因为我们一人不能完成大使命 我们如果更深地去理解 这个赏赐的意思 就是恩典的意思 就是上帝白白地给你的恩典 目的是让我们共同完成使命 不是谁高谁低 不要觉得妻子是你的附属品 或者说同工是你的附属品 是为你服务 都不是这个意思 最终我们是为谁服务的 是为上帝服务的 所以一同完成圣殿的服饰 这是大家共同完成的 不是一个人 所以说我们地位是平等的 需要互帮互助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人是非常软弱的 我们需要互相的监督 还有最后就是我们需要彼此的尾身 是具有排他性的 那刚才我们讲的外人不可介入 什么意思呢 如果是在这件事情上面 你们夫妻之间要共同商量 不要外人的介入 为什么 外人介入也解决不了你们的问题 所以为什么外人不可靠近 一旦外人进来 很多东西就乱了 所以说你们可以共同协商 带着爱的原则 承担的原则 彼此守望的原则 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可以商量的 都可以做出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决定 我们以为从外面搬一个救兵 可以解决 发现搬了以后不但不解决 反而问题更严重 反而夫妻之间 为什么你这件事情告诉别人 就是更生气了 那个问题更解决不了了 所以说我们要什么 保密原则 就是这个意思 要保密 不要让外人介入 所以一同手 当然在每一个原则里面 都有每个人的界限 所以说教会很多的事情 就是一环扣一环的 我们今天时间关系 没有太多的时间给大家展开 有一句话 最近我特别感动的 就是圣法兰西斯的祷告 那有一次我在祷告当中 这句话就突然跳出来 就是不求被理解 但求理解人 因为在我们的事逢当中 我们怎么样更好地 跟别人相处 其实就是不要求理解 夫妻之间常常吵架 什么原因 吵架的目标是因为 你希望对方能够理解你 最后你吵到一定程度 你就放弃了 因为对方 你怎么吵 对方都理解不了你 怎么办 其实最后我们要用一个原则去解决它 就是不要求被理解 但是理解人其实是很容易的 但是求理解是很难的 因为你怎么求理解 别人都理解不了你 甚至换句话来讲 你连你自己都理解不了你自己 是不是这样子的 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了解 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 所以怎么可能求被理解呢 所以我就一下子就感悟出来 我就原来发现在人际关系当中 不要求别人理解你了 我们可以做一件事 常常去理解别人 常常去关怀别人 常常想尽办法去理解别人 你会发现 你的关系就会越来越好 神的医治就会临到 神的平安就会临到 那上帝的同在也会临到 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说 凡三两个人同心合一祷告的 神就在他们中间 神的同在是同心合一的祷告 怎么才能同心合一 就是要担当 互相的担当 就是要联合 虽然有的时候联合不容易 会像智慧一样 彼此的刺一刺 但是你还是愿意坚持联合 我们不利不弃 一起携伴同行 白头到老 直到见主那一面 那一天 不管是夫妻 不管是同工关系 不管是你的人际关系 跟孩子的关系 都是可以适用的原则 所以说我们最后也是 不求被理解 但求理解人 我们想透过一首诗歌 我们在主的面前可以回应 我们对主说主啊 那我今天也在你面前 有一个决定 那不求被理解 但求理解人 好 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请Michael帮我们伴奏 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宝贵诗家》 主耶稣 我感谢祢 主耶稣 我感谢祢 祢的宝贵 为我尝贵 为我尝留 宝贵诗家上 一支恩典永留 是我完全的自由 宝贵诗家上 宝贵诗家上 第一弹呢 是我生命 主耶稣 我对主耶稣 我父父亲拜你 宝贵诗家 第一弹呢 是你说离的愿 你的爱 永远不会改变 宝贵诗家 第一弹呢 是我生命 主耶稣 我父父敬拜祢 宝贵是家的救恩 是祢说离的缘 祢的爱永远不会改变 我们请Michael继续唱 一起帮我们伴奏 我们在主的面前 我们在这个时刻里面 来思想主耶稣的爱 祂诚然担当我们的过犯 背负我们的痛苦 因祂受的鞭伤 我们便得了一致 因祂受的刑罚 我们便得了平安 我们在这个时刻当中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求主来赦免我们 赦免我们没有担当的责任 我们常常把责任退给别人 我们也求主赦免我们 常常不愿意跟人联合 我们觉得联合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甚至我们躲在一个角落里面 不愿意跟人接触 不愿意躺开 我们求主来赦免我们 我们也求主赦免我们 我们常常不愿意去担当 不愿意跟别人一同来守望 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很软弱的 我们需要彼此扶持 我们需要彼此守望 我们在主的面前 我们一起来开口 我们一起来祷告 全布哥 Aaron 祝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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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 祝福祝福福祝福 宝贵世家的救恩是你所里的缘 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 宝贵世家的能测我生命 主耶稣我服服敬拜你 宝贵世家的救恩是你所里的缘 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 主耶稣他被卖的那一页 他就拿起饼来 注信了 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众人舍的 你们也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 我们应该怎么行呢 我们愿意不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掰开给别人呢 我们在这个世当中 我们思想主耶稣的身体是怎么样为我们舍的 怎么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 照样犯后拿起杯来 说这是他的血为我们众人所流的 我们也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 我们应该怎么行呢 主耶稣他流出他的宝血 却洁净我们的罪 才医治我们 他没有把责任完全地怪到我们的头上 他没有再定我们的罪 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说 若有人在基督里面 他就再也不被定罪了 我们在这个时刻当中 我们带着祷告的心 认罪的心 我们一起来领受主耶稣的身体 和主耶稣的宝血 我们一起来领受主耶稣的身体 我们一起来领受主耶稣的身体 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 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 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真的是在这个时刻当中 我们感受你的爱 我们来领受你的爱 并且主啊我们也要说 我们要活出你的爱 主啊你告诉我们 你们也要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你 主啊我们应该如何的如此行呢 主啊你就让我们进入到家庭里面 去为我们的妻子 为我们的孩子 愿意留学生命 借着你的道 借着你的话 借着牺牲 真的是教会成为圣洁 是我们的家庭成为圣洁 我们真的知道 我们需要你的爱 因为我们是一群没有爱的人 我们常常自我中心 我们常常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推卸责任 我们常常去抱怨 我们真的像当年的亚当一样 都是你造的那个女人 我们也常常像那个女人一样 都是你造的那条蛇 主啊我们常常在推卸责任 我们却不愿意担当责任 主啊我们都不愿意去做领子和袖子 我们常常觉得 那是一个最脏的地方 我们不愿意碰 我们常常觉得 众人结罪我独行 主啊我们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认罪悔改 主啊我们需要担起这个责任 我们担起家庭的责任 我们担起同工团队的责任 我们担起教会的责任 我们也担起这个世代的责任 这个社会的责任 主啊赦免我们 赦免我们 饶恕我们 真的像尼西米一样 他站在那个破口当中 站在那个废墟当中 他认罪悔改 他认他自己的罪 认他家族的罪 认整个伊斯利民百姓的罪 是的主啊 我们今天也同样 站在今天这个破口当中 我们认罪悔改来祷告 为这个世代来代求 为今天这个巴以的冲突来代求 为缅甸来代求 我们为这个世代里面 很多的冲突来代求 求你来赦免饶恕恕我们 让我们众人都明白 唯独耶稣基督你的救恩 是我们人类唯一的出路 因为你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我们若不借着你 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 谢谢主 这是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生命 阿们